好久不见了 此时此刻应该是 这一年度最炎热的时候 似乎很多朋友都被这样炎热的夏天 导致消费的欲望都燃烧殆尽 当然我也一样 无论是因为炎热的夏天 还是因为你的大的趋势不怎么好 而导致这些焦虑 对于我 可能这个视频是我近期 或者说接下去两三个月当中 很少就是最后一条关于购乎分享的 这么一条视频 因为我接下去可能会把所有的精力 集中在一个点上去做一些 我想要做的一些工作 那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近期的一些购买单品的分享 Let's go 等一下 给你新主角的一个麦克风 然后试一下 这是假的 换新设备了吗 对呀 是一个特别好用的麦克风 给你连一下 他们家的麦克风设计很特别 你可以直接夹在身上 然后你可以用磁吸 它这个很有显示器 那我这个应该夹还是应该用磁吸 你都可以 用磁吸 因为这样子其实如果放在这个地方有问题 就有些时候出声会 就因为太近了 它会把它 它会爆掉这个声音 All right OK好 首先开始之前也希望所有观众的朋友给到一件三连 那一开始说的两个单品就是前段时间也是算是夏季的一个折扣 所够的东西 OK首先第一位选择就是来自右手边的韩国的品牌军界 这个品牌大家也知道就也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了 大家也知道军界的品牌在时尚领域包括一些艺人的资源 无论是商场或者是时尚相关店铺的资源 包括一些艺人资源 资源特别的好 然后在整个做工和用料上面也算是独掌的存在 当然这个品牌也饱受一定的争议 对于我来说其实也没在管这些 因为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以不高的价格去买到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也建议所有想买军界这样子品牌的朋友 不打骨折的时候不要去下手 以我的价值观来看就只适合打折的情况下去买它 臭不要脸 那这件衣服我大概是2000出头价格拿到的 因此看到这件衣服的时候 我是通过官方的一些图片去看到这件衣服 我当时第一眼看中的时候被它种草到的原因是 因为我从图片上来看 我以为这个衣服是用一些打击布的材料去做的 但是当我拿到手的时候 我发现它是用卫衣的面料和夹克的面料 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拼接 而且它的缝和的手法和做这个衣服的手法 也是通过缩制这种操作去做的 所以说整个衣服的质感看上去是跟普通的卫衣是完全不同的 尤其是上半部分加上袖子和一个整个衣服的一个大体 是用卫衣的面料就是针织的面料的 上半部分的拼接是用缩制的这种夹克的面料 水洗也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感 呈现出一个很不规则的这种水洗的效果 无论是从卫衣的面料还是从夹克 袖子从夹克的面料 尤其第二个单品也是前段时间打购录的 也是来自韩国的品牌 老妖太亚的安Bush 讲真的我其实并不是特别想说这双鞋子 因为这双鞋子确实在市面上面呈现了很多年了 因为还算比较出圈 所以品牌也开启了关于这双鞋子调色盘的模式 有关于EVA这个泡棉材质做的一些鞋子 其实很多品牌都在运作 但是我为什么会把它除了价格不贵 然后就只要2000块钱出头之外 还是我觉得看来看去还是安Bush这双鞋子更适合我日常搭配的需求 首先它的鞋子是属于偏扁 很扁相对于像BV 说是别的一些牌子的这个材质的鞋子 它整体这里还是属于一个比较 就没有那么圆润的造型 然后它的鞋面也是属于扁宽的这种鞋子的那种感觉 在我看来就是更加的适合去做一些我那种穿衣 偏肥偏宽这种穿衣风格的搭配 尤其是它也没有什么logo的这种感觉 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张扬的logo的感觉 然后挺适合秋冬那种穿衣服搭配的 别的也不用多说什么 直接看一下装鞋子跟一些裤子上脚的下骨怎么样 OK Let's go 我们两位选择就是来到运动服饰 作为一个超年运动迷 其实我一直日常关注运动服饰的比重特别大 就是会看我视频的朋友也知道我一直有被Oakley的衣服 尤其是几年前的Oakley的衣服给吸引住 那么最近我又操作了一件Oakley的这种马卡龙配色的训练服 这件衣服它好像是Oakley里面一个叫Breathe Able的这么一个系列 也出到现在近代也有很多这个系列的衣服在释出 Oakley的衣服也是一样就是希望喜欢这个牌子的朋友 除了一些特别不一样的一些连绵或者什么的 日常的一些衣服也是要等到它打折的时候去买会更加的划算 然后这件衣服都很可见就贯穿整个一身的高透气的打孔技术 不管是从袖子还是从正面包它背后都是用到了这个技术 我也穿这个衣服去做过一次起行 在炎炎的下时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不适 然后它也很容易束干 也不会说比穿那些起行的短袖来说会有热很多 因为我之前有在一个日本的面料就是Stylem 我没有看到过这个衣服的样衣 所以我猜它的面料是用到了日本的Stylem那个面料 总而言之我对奥克里这个品牌真的有这一个很强烈的好感 尤其是近期 那我个人也觉得没有品牌比奥克里这个品牌更酷的 然后看一下这件衣服上升的情况怎么样 最后一件衣服就是这件Sakai跟Nike的联名 首先这衣服其实是女装 然后选择就是我觉得XL嘛 我穿应该就刚好是那种运动贴身皮肤衣的感觉 Sakai跟Nike之间的合作 其实这个联名的系列很多被大家给熟知都是有点松高 那个鞋子的比较容易被大家熟知 但作为我来说那个系列的鞋子 不管任何的鞋型或者是颜色一直都没有在我的审美的范围之内 甚至我个人还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土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下手 或者说连一点购入那个联名鞋型的欲望都没有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Sakai跟Nike的经典的东西是他们之间的服饰系列 而且所有的服饰系列大家也可以去看 都有着强烈Sakai这个品牌基因就是拼接 然后不同材质 所值和珍质面的拼接 或者说不同颜色的拼接 那这件衣服同样的系列同样的颜色也有着针对女生的运动服饰的不同的装备的这个释出 它同样的也是用到了三个不同颜色 蓝色绿色以及米彩色的拼接 以及不同网眼大小材质的这个拼接 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买运动服饰尤其是Nike 你倒不如多花一点钱去买 比如说像Gakuso Sakai MMW 这样子偏带有一些更有设计感的这种运动服饰 因为实际上这个我这件衣服我买来的价格大概就四五百块钱而已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比原来Nike的一些运动服饰高很多价格 因为它真的挺倒闭的 大部分Sakai跟Nike的联名都挺倒闭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也是严重被低估的 那么在如此低的价格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去入手的 刚才前面有讲过 之后我也会降低一些过步的欲望 然后我也会把更多的精力跟财力集中的 放在一个我自己觉得更有价值的地方去 也希望所有关注的朋友 持续的关注我 期待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感谢收看 Bye Peace